什么年龄段的女人很容易被男人吸引,还真没错 我们都知道青春时期的女人是很容易被男人吸引的 那么除了这个时期的女人,还有哪些年龄的女人是容易被男人吸引的呢? 十几岁青春时期的女人,这个时候的女人是比较单纯的,对于男人充满好奇 所以这个时期的女人很容易被男人吸引 25岁左右的女人,刚刚从学生时代走入社会 在一个只有自己的城市默默地打拼 很多时候会遇到很多自己从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身边需要一个可以关心和照顾自己的男人 所以希望自己的身边出现一个男人,可以给自己一个依靠 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是很容易被男人吸引的 30岁左右的女人,这个时候的女人事业开始稳定 开始更多地把心思放在自己的情感上 这个时候对于感情的渴望是十分的强烈的 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比较孤独 渴望身边有一个男人的陪伴 当然面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这有一部分也来源于身边的亲人朋友 所以对于男人的需求就越来越强烈 所有不管是哪一个时期 遇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男人的时候 就不要轻易地放弃 好好地珍惜 遇到爱情不易 还是要明白这个道理的 而男人也是一样的 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就果断一点 不要轻易就放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